中方的公正立场和建设性努力有目共睹 得到了国际社会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中方向乌克兰方面提供的是食品 儿童奶粉 睡袋 棉被 仿潮电 等急需的人道轨物资 而美方提供的却是致命性武器 3月16日 美方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8亿美元武器援助 本周美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总额就达到10亿美元 我给大家念念 也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先生读到的清单 美方向乌方提供的最新武器装备 包括800套防空系统 9000套便携式高精度反装甲系统 7000件机枪 榴弹发射器等小型武器 以及2000发炮弹和子弹 这还不是他清单的全部 美方最新援助的武器 是给乌克兰带去了稳定和安全吗 还是会给乌克兰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 对于乌克兰的平民来说 他们更需要的是食品和碎弹 还是机枪和炮弹 稍具理性和常识的人 对此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感谢观看